今天凌晨NBA爆出一个重磅交易,森林郎将巴克勒和伯顿送的76人,并换了艾卡文顿,萨里奇和贝勒斯,以及一个2022年的二轮选秀权。 在联盟批准和体检过后,这笔交易就将正式生效,在输给国王之后,森林郎遭遇了联赛的五年半,在巨大压力下西伯渡痛定斯后,与76人完成了交易。 上赛季森林郎又拉文,邓恩和马尔卡宁,从公牛队交易来了巴特勒,经历了上赛季的成功之后,巴特勒与森林郎的两大核心堂斯和维金斯,并没有产生化学反应。 本赛季因为合同的问题,巴特勒与森林郎彻底闹翻,森林郎也是一直在寻求交易巴特勒,为了能在东部的珠墙混战中,有所作为。 76人也是破釜沉舟,送出两名主力球员,还有一个2022年的选秀权,他们为的就是在最近几个赛季能在东部有所突破。 而西蒙斯在谈到巴特勒的加盲时表示,不论球队做了什么决定,他们都是为了赢球,我们欢迎基米的加入,我等不及看到他加入球队了,我对和他打球感到激动。 他有着赢球的欲望,非常好胜,我认为他会很适合我们。 我和巴特勒还有恩彼得,我们有着类似的心态,那就是我们讨厌输球,输球让我们生气,我们想要赢球。 而对于森林郎和76人的这笔交易,西部的球队当然是非常高兴,胡人的詹姆斯就说道,我一直把76人看作是叮坏者,现在他们变得更强了。 作为联盟的顶级球队,勇士对主教练科尔的感言有些深意,他说道我们希望更多的明星球员去东部打球,不过得是其他队的全明星,不是我们球队的就行了。 看来科尔对巴特勒的能力还是有所忌惮啊,万一加盟火箭或者胡人的话,对勇士绝对是一个非常的威胁。